目前在中國的灰狼跟勇士隊 今天是沒有公開練球的行程 而是選擇給球迷最大的驚喜 在上海的東方體育中心舉行了 球迷日 而兩隊球星無所不用其極 就是希望讓上海球迷體驗到NBA震撼 而為震撼 震撼就是球迷 能跟大咖球星一同參加技術挑戰賽 CAL ANTONY TOS雖然曾在技術挑戰賽奪冠 但是不好意思 隊友如果消耗太多時間 就算是大貓已經大棚展翅爆扣 還是武力回天 倒是防守型的Dramon Green 被拖來參加技術挑戰賽 實在還真有點不習慣 就算貴威勇士助攻王 照樣在傳球環節頻頻卡關 但整個球迷日最大爆點 絕對還是浪花兄弟 在三分球大賽內鬥 Stefan Curry跟Clay Thompson對嘎 先出征的咖哩小子搭配球迷 以及台灣藝人陳柏林 同族的Curry只要一標進三分球 就引起現場球迷驚呼連連 外線連發也是夠帥 據陳柏林身為台灣代表 底線砍進一顆也算沒漏氣 畢竟大人哥可是資深NBA迷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國二的時候 是一九九四九五九六 那時候開始看 然後算是二十年的球迷吧 對 看NBA 所以感覺滿開心的 那時候應該是Jordan吧 對 那時候是Jordan 還有Everine Hardaway 那時候最喜歡的 雖然咖哩隊要萌有萌 要帥有帥 卻還是抵抗不了 中國湯的佛力無邊 三分線連發 也是讓現場粉絲 嗨到不行 最後湯神隊還是留下冠軍 這次的NBA球迷日 讓沒辦法進場觀戰的球迷 也能夠體會到NBA的魅力 透過藝人搭配球星 夾雜NBA等級的表演 又把秀位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RT新聞 吳俊奎 張紀元 RT新聞